第二就是嘗試把兩個影像、三個影像示範一次給你看 首先我們拍第一段影像 拍的時候要留意,必須要設一個腳架 但因為我現在懶,所以就純粹用手維持住 我這隻食指,你看到就在這個畫面出現了 好,那我先錄大約10秒,然後停 然後我就嘗試錄第二段片 第二段片我就嘗試在這個位置出現 我的手指,在這個位置出現 好,又大約60秒 好,然後就按停 好,然後呢,我們就要開iMovie的app 新增,專案,然後選電影 然後有兩段,我們就選一段,然後就製作電影 那製作電影之後呢 一樣,你會看到這段片已經出現了 那我剛才說要把第二隻手指都加進去 因為你現在其實是看到一隻手指的 好,那為什麼呢? 其實就是在這個位置按個加號 然後就找回剛才第二段手指的那段片 我猜應該是這段 然後呢,就不要按加喔 也都不要按play喔 因為這個是預覽來的喔 中間那個播放 就是這三點 對,那就不要選畫中畫 也都不要選分角螢幕 對,就選這個 綠色,藍色螢幕就可以了 對,當你加進去的時候 我們試一下慢慢滾過去 那你會問,為什麼要加一隻手指呢? 沒有另外一隻手指的那段片在哪裡? 其實那個秘訣就是這裡 首先呢,就要按一按上面的那段片 好,按這個正方形 然後呢,就把這個畫面 這條線 右下角這個黃色一點 拉到中間 然後右上角這個黃色一點 然後再拉到中間 對,那你會看到 其實那個琴的背景 其實是同一個背景 對嗎? 但現在兩隻手指已經共存在同一個畫面之中 對,那當你設定好了這個角度 你覺得這個效果不錯 對,那我們就試一下 按這個三角形 播放一次 好 那每日怎樣呢? 這段片呢,我就嘗試在這個 這個畫面 就在這個畫面 就在這個畫面 好,現在大概六十秒 好,現在大概六十秒 左邊有一個藍色的藍牙耳機 其實那個藍牙耳機是必須的 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避忌 那個要缺其實就是在這個位置 我首先要錄了A彈琴這段片 那當我錄完A這段片的時候 我有了一個聲音 有了一個畫 然後我就把這段片 放到iPad那裡 然後我的藍牙耳機 就跟這個iPad去連接 那當我錄第二段片 我坐在中間的時候 其實我的藍牙耳機 是一直播放著我彈琴的時候 那首歌 那就是換言之 我是能夠絕對掌握到那個節奏 那個節拍 那那個要缺就是這裡 你控制對我說 從話裡都是偏遠的 我不可能 是你的幻子 也許許不會懂 從你說愛我以後 我的天空 星星都亮了 好